第一次来就修学本尊接本尊法 那这个是很大的福报 有的人说哎呀这个老师我什么课都没上过你的 我是不是不应该来就修学这个本尊 我是不是应该这个线上一年级二年级这样的 寻习渐进的再来求本尊实际上不必 为什么不必呢大家知道我们在六组 我们在历史上有个六组慧能大师 慧能大师实际上他五组讲经说法上课 他从来没听过 为什么每次上课的时候他要在厨房里去处迷 为这个僧人准备午饭午斋 所以他没有时间去大讲堂听经 但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 那么五组把法媚的传承权一搏传给了他 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 所以这个就是大家根基不同 也就是说你们在历史上实际上能够 这一生还在求真正的佛法的人 你们的累世修炼都是在这样追求着实修实证的方法 所以大众的根基不同 那么根基不同就允许大家就是从高处开始修 而不是说像实俗间的课程一样 你一定要读一年级啊二年级啊 那这个就是说我自己的心上有感应 我有感觉我师父要传这个东西我一定要来学 那就是相应 咱们这个修到这个本尊法叫瑜伽法 那么这个佛法呢实际上在释迦牟尼的佛法里面 它是有四部佛法 就是四个大的步骤 那第一个步骤是什么 第一个步骤就是叫事业部佛法 事业部佛法它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自己 那么还没有任何的这个能力帮众生的时候 我们还需要佛菩萨隆天护法来帮我们 我们还是就像一些小孩子一样 他没长大 没长大呢你就不能去干活 你就不能帮父母 那你就要父母呵护你 保护你 爱护你 那么给你东西 所以这个叫事业部佛法 我们就是要向外求 求什么 求得护佑 求得加持 所以我们用鲜花 用水果 用各种各样自己以为是很珍贵的东西 来供养 那这个供养的目的就是 祈求加持 祈求加持 祈求隆天护法的护佑 那么这个部分的佛法 在今天的这个佛法界 几乎占了99% 也就是大家之前所修学的 基本上是停留在这个水平 那么这个叫什么 这叫门外汉 就是你还没有真正进入佛法中去实修 你只是仰慕 只是敬仰 只是祈求 那这个呢 如果我们一辈子只停留在这个水平 我们这一辈子就很可惜 为什么很可惜 这个佛法难闻 我们今一闻 人身难得 今一得 所以我们不像此生度此生 就是一大冤枉鬼啊 什么意思 你这辈子有人身 那么这个人身多难得呢 说是千载难逢 万载难逢 得个人身不容易 这是只有人身 那才能够听闻佛法才能开智慧 才能引领和帮助六道众生 那么这是释迦牟尼告诉我们的 说人身难得 我们已经有了 佛法难闻 大家也听到了 也听到了 但是你听到了 只知道有 而没有去真正的去 学习和掌握它的技术 这就很可惜啊 这个释迦牟尼讲的法 它是分经和法 这两大部分 经大家都知道 大藏经很多的经典 法是什么 法是technology 就是用英文来表述的话 就是技术 也就是我们要盖楼 盖楼 我们怎么去盖楼 我们拿到一本书 这个叫经书 这个大楼要怎么盖啊 要怎么去买材料啊 怎么设计它 怎么施工啊 这个整个的 这叫经 这是来说明怎么盖大楼的 那真正开始盖这个楼的时候 那就讲技术方法了 钢筋怎么绑啊 墨板怎么做啊 砖怎么砌啊 地基要怎么样的 向下多少米才能够盖得高啊 这些传是什么 技术国 所以这个技术国呢 在佛法里面叫法 叫佛法 经是干什么 经是传法的 就是把这些法记载下来 把这些技术方法记载下来 那么后人释迦牟尼的肉身不在的时候 那么可以通过这些经本经书来找到盖自己的这个辉煌的宝殿的技术方法 去应用这些技术方法 所以我们称为佛法 而不是仅仅称为佛经 那么释迦牟尼在捏盘的时候 然后欧难就哭 哭呢结果是旁边有大士会者就提醒他说 你不要哭啦 这个你早干什么啦 以前这个释迦牟尼跟欧难曾经说过 说这个 我可能准备要涅槃了 但是我也可以不涅槃 但是要有人来提醒我 我就不如涅槃 这个欧难当时被心魔张住了 他听到了这个话 但是他没提醒 他没有说赶紧跪下来 请佛注释 不要这个涅槃 释迦牟尼答应他 也什么都要求啊 圣者他有一个姻缘 结果他不求不求现在开始在双灵树下 佛足开始视线涅槃的时候 他都哭起来了 佛头说你早干什么去了 我不是没提醒你 大众也是这样 智慧者说你早干什么了 你干嘛 你这个现在哭 你赶紧问啊 说问什么 说这个 释迦牟尼 咱们这个佛陀 你老人家 本事在的时候 我们依你而修 跟着你修学 你教什么 手把手的教我们这些技术方法 来改造我们的生命 那么 导师您走了以后 我们以谁而修啊 所以释迦牟尼讲四一 四一我们今天不能展开讲 我们讲两个 一个就是 一法不宜人 什么意思就是 你以我教的technology 怎么盖楼 你要去盖这个楼 这个叫依法不以人 不是说找个人败 不是找一个人跟着 那么释迦牟尼当时都骂我呢 在楞严经上说 你跟了我一辈子 天天在身边 天天这个伺候着我 结果是你天天是看到药方 抄药方 你不去抓一味药 所以他在这个 依法不以人 今天的这个佛法界就出现了一个末法时期典型的特征 是什么特征 就是依人不依法 大家都是找一个高人 皈依 找一个高人靠着 然后皈依在他门下 然后靠着他 依着他 那我跟你说 释迦牟尼当时 欧奈天天伺候着释迦牟尼 天天给他这个 什么做用人 做侍者 那么他都不能成就 那你有什么本事去成就 释迦牟尼告诉我们 依法什么 不依人 写法的典型特点就是 我 我能干 我能行 我已经成佛了 我是谁谁谁转世 我可了不得 然后你们信我 然后你们供养我 钱都到哪来 业障我替你们背 这个现在的邪魔说法 就是这种典型的特认 那实际这不是释迦牟尼教的佛法 这是什么 这是魔王波逊 让他的这个魔弟子 穿佛袈裟 在今天的末法时期实现 他是穿法人 实际上他不是真正的传法人 是魔王波逊 来害你们的慧命 让你们这一辈子就这么浪费时间 敲不声的死去 等你知道自己要死的时候完了 那么我形容他是什么 叫冷水煮活鱼 什么叫冷水煮活鱼 那个鱼 如果你把它放在一个热水里 像做鱼汤 活蹦烂跳的鱼 他就给你蹦出来了 他不进去 然后你如果用一锅冷水底下加上火 他在里面游的那个自在啊 这个温度刚刚好 也不冷也不热 自由自在的 这就是你们这些人 在人世间得心应手 自由自在的 这个挺好 畅游 哎呀你看我要什么他就来什么 你看我活得多自在啊 结果你就自在着自在着自在着最后就被煮成骨头了 对不对 你到死的时候你不是埋在土里你不是被烧了 那以前是剩了一把骨头了 你现在是都是被人烧成灰了 对不对 骨灰盒啊 很多人不是买不起这个有地的这个住宅 有地的这个坟墓 就买一个鸽子笼子 买一个骨灰盒放的地方 那你剩了什么 就是什么叫自觉觉大 就是我们修行者 你一定要有一个自觉性 就是我剩多少天 我剩多少年 是不是咱们马上又过年了 还恭贺新年 不要恭贺 要悲哀呀 要苦气呀 又老了一年了 又不见了一年了 我这人生上又少了三百五天了 老子说团义者倒着动眼 应该哭泣 我们下次过年都哭 又没了一年了 又没了三百六十五天 让大家干什么 惊醒 惊醒 所以说我们过年要捂尸 古代不叫捂尸 叫捂龙 叫醒尸 什么叫醒尸 你这个人体是个什么 尸体啊 这个尸体里面的你 主人要醒过来呀 所以说我们办醒尸大会 是让你自己的灵 从这个尸体里面醒过来呀 醒过来去找那个什么 找绣球 找那个龙珠 找自己的那个舍利子 找自己的那个金刚不坏的 不死明点 不动明亡 自己的那个金刚 身 要去找他 所以你看那个两个狮子 摇头晃脑子去弄那个绣球 那绣球是什么 那就是你自己的 在我们传统叫大丹 要去大丹圆城 在这个佛法里就是灵光圆满 你要去寻自己的灵光 你不要在这个尸体里面呆着 大家要知道我们人这辈子 你来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就是这件事 你不能够冷水煮活鱼 慢慢的自己不觉得老 不觉得老 不觉得老 等到最后七老八十说 哎哟不行了 原来我也会老 最近我去看了一个老师 年轻的时候 著书里说 名气特别大在国际上 但是现在身体已经不行了 整个人站不起来了 攻着90度的腰 我旁边另外一个老师就笑他 你年轻的时候不肯给人举功 你看你现在天天给众生举功 挺好的 他两个都是老头 然后就笑话他 你年轻傲慢 我慢 不肯给人举功 你现在每天都必须 攻这个样 90度就这样 90度给人举功 给众生举功 这是业障 老师我去了 他流眼泪 他跟我说 我从来不知道自己会老的 我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人真的会老的 人是要死的 但是我这个老师他也不是实证派的 他是喜欢著书理说派的 那么他实现这种菩萨像给我们看 就是你名气再大 国际间名气再大 你是某个领域的专家 你最后你不行的 你没有实证 到老了 我们这个肉身不行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尽快的进入实证佛法 就是真正做释迦牟尼的好徒弟 我们叫本师释迦牟尼 那就是我们的老师 我们的老师 我们的师父 我们跟他学 就是我跟一个厨师学 我就是他会炒什么菜 我要会炒什么菜呀 那我才是好徒弟不是 那我们跟释迦牟尼学什么 他会做什么 我们也会做什么呀 他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那你要不叫人家师父干什么 要不你拜这个师父干什么 大家要知道 我们不能在事业部上逗留 不能只是在拜拜求求这个方面 那么再上去一步的 开始真正跟释迦牟尼学 我们进入什么部的佛法呢 叫刑部佛法 刑部佛法呢 这个就是要给大家今天发了一个 发了一个孔雀冥王的心咒的咒轮 那你们很多都是功德主参加法会 都获赠了一个准提佛母镜 准提佛母镜中间 中间那个不是个镜子 中间那个是你的灵光圆满 或者叫自心 周围是他的准提佛母的心咒 是一个心咒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护轮 护轮 就是中间是你的不死明点 你的真我 你的真我外层是什么啊 我前面很多课程大家都听过 那么外层一个明点外层是父的DNA和母的DNA的纠缠 这一个纠缠就形成了一张大网 照在这个立体的圆明的这个明点的外层 是一层大网 那么离我们这个心最近的这层网是什么网呢 是我们今生父母带来的网 所以说我们一睁开眼看到的都是这层网 你舅舅啦 你的阿姨啦 你的孩子啦 你的老公啦 你的太太啦 都是在这层网里面 因为这层网离我们最近 那在这个网上面还有我们上一世的一层网 是上一世的父母给我们DNA给我们带来的 在网上的还有再上一世的 是我们过去七世父母的给我们带来的七重楼啊 在外面一层在一层层的叠加 在家我们今生父母的是八重楼啊 这在我们密法里将来大家要教大家修一个大幻王法 那么就把这个要破掉 那么不破掉是我们会怎么样 不破掉我们的这个心啊 心它是转转的 你的心停不下来吗 它是像地球一样像太阳不停地在旋转的 转不下来 停不下来 所以当你的心转向哪的时候 这个面向哪一个网的时候 网的哪一个结的时候 你的心起心动念 你的世界视线的就是 这一个结展开之后的一个世界 所以你今天看到的世界是吉隆坡 明天你去到北京 你展现的是北京 后天你到美国的纽约 你展现的是纽约 因为都是这个心的视线 心的视线 对外在的纠结 网的一个视线 那么因为这个视线 当我们死的时候 我们进去自己的自心 它叫灵归波可 我们所有的光 既然是从母点生起的 到了每一个细胞盒里 当我们死的时候 每一个细胞要死亡 死亡的时候脏腹也要死亡 所以是他们的神史 他们的光都会回到母亲这个地方来 回到你的原始母点那个地方去 不死的明点里面 所以当它都回来以后 你这个时候你的灵要从躯壳中出体 去完成下一世的转世轮回 那这个时候会出现什么状况呢 就是你这个灵啪啪一转的时候 你视线的是一个什么因果 什么因缘 是地狱的因缘成熟了 那你就去了地狱了 转世轮回了 如果出生道的因缘成熟 你就去出生道 如果天的因缘成熟 你就去天了 那这就是我们六道轮回的没完没了 因为你这个网破了一层今生父母的网 还有上一世父母的网 还有上一世的 如果我们能够把八重龙网破了 好了 这个八卦九宫 八破了以后 我们瞬间就回到中央 就整个的坍塌 只要我们把八层坍塌了 回到中宫 我们整个的无始节的业力 都会在中央明点里面被化成光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修七世父母 为什么要修今世父母 帮他们消业障 我们现在没有达到无上圆满的次第 没有达到能够破八重龙网的水平 我们怎么办 所以是真正进入佛法的时候 到刑部的时候 一定要修一个本尊 修一个本尊 用本尊的心咒咒轮 比方说我今天教给大家的是 孔雀明王本尊法 那你就修这个护轮 就是刚才的给大家看的这个咒轮 这个咒轮 这个可以贴在手机上面 这个是即时贴 你随身带着 所以这个护轮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刑部佛法 刚才说你拜拜没这个效果的 你拜拜的话 你还没进去自己的心里面修 我是念佛的 念佛你也在心外念 你也属于事业部的 拜佛念佛 这些都是属于事业部的 这都方便法 大家不要以为净土法是究竟圆满法 不是它不是般若法 它是方便有余法 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这辈子你不能成佛 你没办法了 没办法你求一个往生极乐 人家来把你领走算了 对不对 你一辈子都做了个孩子 你一辈子不能做大人 你一辈子不能帮别人 那算了你这个孩子就被别的大人领去 八大菩萨来接应你 去另外一个世界 做儿童乐园 叫极乐乐园 极乐世界 去那儿得到保护 三大阿僧七节 慢慢长大在那儿 不多路到轮回 最后成佛去 这就是儿童乐园的做法 你在那儿 你如果是边地去了 三大阿僧七节 你才进去第一重内城 那这个将来有机会给大家讲一讲 这个通过这个观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 阿弥陀经 三经给大家讲一讲 什么是真正的净土 不要只是阿弥陀佛 就是净土 不是这个 里面很多的殊胜的内容 所以到行部要做什么 到行部 OK 我要选一个我的保护神 当然这个不是天神 那么找一个保护神 就找一个能耐大的 能耐大的是什么 他已经出了六道轮回 他再不入六道轮回了 那你找人家 还在人家什么 人家愿意帮你的 所以说 我们修本尊的时候 只有什么 才可以做我们的本尊 就是菩萨佛 这两个层次的成就者 阿老汉能不能做我们的本尊 不能 为什么 他不度众生 他嫌你麻烦的 不愿意再保护你 不愿意再来给你叨叨了 不愿意再给你纠缠了 所以阿罗汉不度众生 所以释迦牟尼说 阿罗汉也是佛门外道 这不是我教的徒弟 我的徒弟一定要发大悲心 你成了 你要让天下人 要如母众生都成 你不可以 怎么就你自己跑了 你不管这么多苦难众生 我教你干什么 所以他赤子阿罗汉也是佛门外道 那么我们就求菩萨 准提佛魔 孔雀佛魔 观音菩萨 文书菩萨 达世智菩萨 日月光菩萨 这些所有的大菩萨 他因为发心度众生 那么他也出了六道 所以是所有的佛菩萨都有心症 都有咒轮 所以我们得到这个咒轮以后 我们提醒这个本尊 这个咒轮 它就渗透到我们的心的最外层 在我们和今生父母的罗网 这一层中间 解成了一个护垫 解成了一层护垫 解成这层护垫是金刚的 它不坏 所以为什么让大家修一个本尊 持本尊心咒 就是你这个护垫不坏 所以是那你死的时候 你所有的光都收拾灵光 进去你的不死明点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你望外依显现 显现的是什么 显现的是这个本尊心咒 这个时候你在死亡的中阴身里面 你没有看到外层的今生父母给你的罗网 还有过去七世父母给你的罗网 统统被金刚心轮的心咒给张毙了 被这个光给遮蔽了 你看不到 你看不到你就不会起心动念 说你会不会去堕落 不会 你不会再入流道 那么你会什么 借着本尊的誓愿力 如果是你这一生修到这个高的层子 你可以直接把自己的光点融入法性海 成就了法身如来 这个就是死中阴身解脱的方法 那么如果是说你修的不好 你这个头几天在这个星光透出 你没融入 那么你会怎么样 你会开始要进入中阴 进入中阴因为有护轮护着你 说是你不会迷 这个时候还会可以被八大菩萨接引去净土 还可以什么 就是自己在中阴身中成就一个化身 第一个是化身成就 第二个是化身成就 那么过了这个时间 49天要转世轮回了 你还没有化身也没成 然后化身是要你在中阴身中 看到本尊心中以后猛力齐请本尊 我修观音菩萨 我修孔雀明王为本尊 那么我猛力齐请他的加持力 所以在他的加持力 我可以融入这个本尊身里面去 根本做了本尊的化身 这是中阴化身成就 如果这个你也没成就 就剩最后一次机会了 因为骤轮护着你 不再堕落六道 所以他闭了你的生门 就是闭了胎门 你要去猪胎里面轮回 他的光张闭了 放光把那个胎门给你闭住了 闭住你就不能入胎 不能入胎你就不死 不死的话 那你就有机会去到这个什么 本尊的这个净土里面 做本尊净土里的受众 比方说你修弥勒菩萨为本尊 那你就去了弥勒净土了 你修这个观音菩萨为本尊 那你就去了什么 观音净土了 子主灵了 你修阿弥陀佛为本尊 你就去了极乐世界了 就是修本尊没有高低 诸佛菩萨是在平等性质 视线 没有说哪个佛高 哪个菩萨高 你修任何一个 如果修成了 所有的诸佛菩萨 都可以同一个时间 在你的心明点中 视线 也就是修成一个本尊 所有的诸佛菩萨 都可以做你的本尊 大家不要贪多 也不要在本尊法中求高低 我修个佛吧 佛比菩萨高 不是 你相应不相应 你跟观音相应 你还是跟大孔雀明王佛母相应 你还是跟钥匙佛相应 你还是跟阿弥陀佛相应 都可以做本尊修 只是你感觉一提到他 我就很欢喜 我就很想 很想去亲近他 很想去了解他 那个就是你要修的本尊 如果自己还不知道 就问你的上师 问你的指导老师 那么他通过 这个深微的 这个精细的定观力 看你过去时 你的本尊 有的修本尊 修到什么程度了 你修金刚萨多都快成了 那你这辈子 我把你叠加 过去式的这个金刚萨多的修的成就 能量不灭 物质不灭 能量守恒 那么你今生稍微 你因为就差什么一点 你稍微修这么一点 跟上一世的一阶怎么样 很快的你的本尊就成了 所以这个叫相应 以家常相应 所以师父有这个定观力 他可以看你的前世 前生前世 你跟哪个本尊 你修过他 你做过功课 你还差一点没完成 这就像这个母鸡抱小鸡一样 这个小鸡快熟了 快成了 但是你突然离开了 离开以后怎么样 离开以后这个小鸡死了 就闷死在这个鸡蛋壳里了 那你过去是 你是在修本尊 结果你就差那么一点 你离开了 你没有修或者是你的进行寿 你的寿命到了 那怎么办 那你这一生 你再稍微加点功夫 就把那个前缘续上了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相应的本尊 那么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个大众 南洋的大众 你们这一世跟谁比较有缘呢 就是跟孔雀明王比较有缘 为什么 我们在大唐盛世 整个的这个皇宫贵族 达官贵人 修秘法的 显法的 显宗的 几乎都在修孔雀明王法 这个功劳归功于不空大师 就是我们唐秘的这个创始者 善无畏 金刚志 不空大师 三位大师 那么到不空大师 把金刚界和太藏界的法 圆融了 最后完成了 这个唐秘的完成法 那么不空大师一辈子 用六部大经来弘法 其中一部就是孔雀明王经 就是我们每年一定要在吉隆坡 在马来西亚做一次大经要孔雀明王 这个佛母尊的法会 因为是跟大家有缘 相应 过去是相应 另外呢 它相应在哪里呢 这是我这次发信要传你们本尊法的这个 缘起 这个最近老师特别忙 在世界各地跑来跑去 但是主要忙的什么是呢 就是帮着大家解降 帮着大家去邪 因为你们特别虔诚 很多信众呢 这个乱拜师父 乱去跑道场 结果被动物精灵附体的很多 被这个妖魔鬼怪附体的很多 因为我们在96%的隐态世界里 是一个很复杂的世界 他们都以神通视线 装观音 装菩萨 装诸佛 装圣者 装神仙 所以你是个小baby的水平 你没有能力去鉴别 那是真的观音 还是真的王母 还是真的佛菩萨 还是假的 你没有这个鉴别力 结果就被别有用心的邪魔外道 把你当点心吃了 把你当了摇权树了 那么拿你的气 拿你的光 拿你的命 导致家庭乱七八糟 健康乱七八糟 事业乱七八糟 这种特别多 因为今天我们是生活在一个 邪师说法 如横河沙众 这样的一个世界中 但是张不生只有一个 累死他也不能帮更多的人 所以我就 起了这个心动了 我说我一定要把本尊法 把孔雀明王本尊法交给大家 我刚才只是讲的护轮法 行步法 第三步 比行步更高级的就是 升起次第本尊法 升起次第本尊法是什么法呢 就是前面你只是用本尊护轮 保护自己 在中心身中能够不入六道轮回 这只是保护你而已 别的你事干不了 第三步的更高级的是什么 请你们做孔雀明王尊 本尊法要从空性里面修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一定要空退自己 把张不生退出去 不在这个躯壳里了 这个躯壳是个空的 然后退出去以后 我们齐请 我们做本尊师的化身 大家知道你们很喜欢供佛像吧 佛像无论是金属做的 木头做的 这个陶瓷做的 实际上都是诸佛菩萨的化身 诸佛菩萨分灵 把灵光分到他的这个心中心 像中的心中心 视线那么这个做相呢 佛像就变成诸佛菩萨的化身 在人间的化身 千百亿化身 诸大菩萨都有千百亿化身 在人间来度化众生 帮助众生 那么这就是事业部佛法的基础 就是你通过供养佛像 礼敬佛像 当然这个必须是要开光 是能够跟法界 色究竟天上的成就的本尊 连通 那这才能本尊的光 才能借着这个 这个作相或者画像的心中心 透出光来 帮助你 所以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必须要开光 必须要开光 那么现在我们请了一个活佛 活的化身 你们就喜欢共坐在那了 坐在那了 他不如你们这个身体好用 你们这个身体可以有两条腿到处跑的 所以可以到处去帮助人 那我们就不如把你们这些肉身化成诸佛菩萨的化身 那你就可以做孔雀明王去帮人了 那就是活佛啊 活菩萨 这就是本尊法的殊胜 那他一定要从空性里修 就是大家为什么前面我特别强调直观直观直观 你一定要从直观法里面修光 把颅脑腔的光练出来 胸腔的光练出来 下腹腔的光练出来 那在使这个三腔三丹田的光放光的同时 你的头光背光深光都就出来了 这三光就可以把你整个肉身五脏六腑同时放光化光 那一化光以后光是空性不占空间的物质 我们就把体内练成空明亮 这样的一个境界 然后我们把主观意识熄灭掉 把自己的贪嗔吃一慢五毒熄灭掉 我们进入空性光明 无人无我一片光明 进入这样的一个光明境界以后 好我们把这个容器 把这个活着的佛像准备好了 我们请我们的本尊 你今天我们是请孔雀明王尊 来到我们的心中心 我们的不死明点和我们的不死明点融合成一 从这个不死明点里透出这个本尊向来 影像出本尊向来 然后不停地放大 那你的肉身就变成了本尊身 这个时候就是带肉的孔雀明王在人间 那你走到哪里 你就可以帮助人 所以我们在秘法中有三根本 上师 这个本尊空行 这是我们这一生能够成佛的根本 那么说那我这个就没有了 我就没有了 然后我就成了本尊 这个我就是一个孔雀明 我就是一个观音 那我张不生多可惜呀 我这个我哪去了 我那个真我哪去了 所以本尊在安理次第上才叫升起次第 也就是你开始真正开始学佛了 开始真正做佛了 那你用这个本尊的身口意 那你就是在人间行的是本尊的身口意 做的功德归于谁 归于你的真我 所以是在本尊法之上有一个圆满次第 本尊是身体次第 后面是圆满次第 圆满次第是要把自己的体内练空 真正练空 怎么样练空 气败明点 三脉七轮 体内的七万两千条脉 然后所有的骨 五脏六腑细胞都炼成光 那么这叫什么 圆满次第的七百明点修炼法 圆满次第修炼法成功的人 他身外有一个透明的身 和这个肉身重叠 这个时候 你是自己的本尊叫自性本尊 也就是你在实现的时候 你不是孔雀明亡了 你是今生你的样子 实现在发解 那么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静细身 我们这个肉身是一个粗重身 粗浊的身 那我们目的 这一生叫祭祠肉身成佛 那么目的就是在这个肉身里面 修炼出一个透明身 我们都要死的 凡夫死和这些圣者解脱 这个脱形有什么不同 我们不能称为他是死 因为老子说死而不亡者受 他们叫受者下 他们获得永生了 所以他就是永远生着活着 他叫受者 我们是死了以后就逃亡了 逃亡在哪里去了 流浪在六道里面轮回了 为什么你会去流浪 因为人家诸佛菩萨 圣贤成就的是一个透明的 像这个水晶一样 晶透亮的身体 我们死以后是一个黑鬼 因为从你的身体里出来的是一个鬼身 叫人死为鬼 你不修炼 你就是最后的结局 你是个大富豪 你是个总统 你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人 你死以后你就忍死为鬼 一定是个黑的身体 他不是一个透明的身体 只有修炼 修这个身透明 才是自天子 一致以熟眠 一是以修身为本的人生之根本 今天的人不修不练 还在那吹牛 我不修不练 为什么你看我像我刚才说 就像冷水锅里的一个鱼在吹嘘着我自由自在 我得心应受 慢慢就会煮成鱼骨变成鱼汤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们一定要努力修成自信身 修成自信身的人 才叫什么 济身成就 修成济身 这个透明身以后你去了哪 我们在色究竟天上 就是十八重色节天上面 有一个色究竟天 这叫圣居天 圣居土 那么所有的成就者 在那个地方 有一个世界 叫密言的净土 又叫你的自己的净土 所以诸佛菩萨都有自己的净土 观音菩萨的子主连 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那么药师佛的净琉璃光世界 所有的诸佛菩萨都有一个净土世界 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叫华言世界 都在这个净色界天上面 有这么一个世界 那么这个世界就像我们的地球 我们地球大家知道有马来西亚 有新加坡 有美国 有中国 有很多国家 有大的 有小的 对吧 那么在那个净色界天上面 那么色究竟天上也是 所有成圣的圣者在那里 安理自己的世界 所以大家不要修空亡 今天斜师说法 就是你死了 死了什么都没有 死了就去极乐了 就这样 这个说来说去就骗你 蒙你 坑你 害得你 活着的时候贪真吃一脉 做一大凡夫 死了就能去极乐世界 活着是一旦凡夫的因 死了怎么能成一个净胜的果呢 你不是被骗了 所以我们只有活着的时候不停进化自己 不停进化自己 不停光华自己 我死了我才能够去极乐世界 去干净的净土世界 你活着你不停染污 不停的贪 不停的撑 不停的吃 不停的我慢 不停的怀疑 你死后你去了地狱五条根 你去了地狱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们要真修实证 不要再骗自己 有方法的 那么所以说我们在本尊 为什么我们从本尊开始带大家修 本尊它有个什么好处 当你空退之后 你的身体实际上还不是一个纯净的光明神 是一个里面有染杂的一个身体 你还是人的肉身 本尊走了你还是肉身 但是本尊神在借你的身 放光动地度众生的时候 它会同步光化你的肉身 也就是把你的气脉明点五脏六腑里面的黑的东西 因为它在里面放光了 它自然的就带出体外光化度化了 这跟邪灵附体呀 动物精怪附体不一样 你一个狐狸精附在你身上 它也在做事帮着众生 但是它在帮众生的时候 它染污了你的身体 大家知道 狐狸呀 动物精怪它是什么 它是冷血动物 冷血动物它跟你的肉身 你是wom的 我们是有温度的 有体温的 所以那些东西跟我们的肉身是不能融的 那么它的东西弄到你身体里面以后 你们看到有一些有神通的人 脸色特别的苍白 没有血色 那是什么 就是被动物精灵控制身体有功能的人 为什么 它没有 这个动物是冷血的 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说我们是要热 热了以后脸蛋子粉红粉红的 那动物它是不热 不热你越弄身体越寒 所以你就像一个冰一样的 冷冰冰的 人面无表情 冷冰冰 面色如冰霜 那这种人有神通 基本上是附体 动物精灵附体 动物灵体附体 如果被鬼附体的 用你的身体的 那很惨 基本上你就是个黑鬼 就是满脸通黑 眉心发黑 浑身一股臭气 因为你被鬼附体了 所以大家要通过这些来辨别 不要说有神通就了不起 No 所有的鬼都有鬼通 五眼六通的神祖通 鬼通都有 所以大家不要以神通去追求 要追求自己身体的静光明 变成光明身 这样修本尊 他们都是无量光身 所以他下来以后 利用你的肉体的同步 你经常每天提醒他一坐 我们做一做本尊法 就是做一次本尊法 那他就借你的肉身放光 他的力量比你自己的炉火 比你自己那点心灯的力量大多了 因为他是在高位空间 像大太阳一样 他比太阳亮十万倍 你们知道太阳到地球 地球就灰飞烟面了 对不对 所以他们不能来到我们的地球帮你 他更不能进入你的身体帮你 所以他只能分他一点点的灵 进去你体内 你瞬间浑身发热 为什么 那一点已经很厉害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们修本尊法 目的 终极目的 不是停留在本尊 是肉身光滑 本尊的加持力 帮助力 功德立下 我们把肉身和本尊合一 那么本尊做的功德 也分我们一份叫共业 共同的功德立 所以大家要知道 本尊是成就的关键 上师是教授你本尊的人间肉身师父 也是你成就 今生成就的关键 空行是护法 我们的诸佛菩萨 天龙八步 这些他们自己没有人的肉身 他护制你成就拥护于我 你看《孔雀明王经》上都这样说 天龙八步 最后都是拥护于我 大树神拥护于我 龙神拥护于我 所有的天神拥护于我 凡天拥护于我 最后都是要拥护我自己的那个灵点 我自己的不死的明点 真我 让他去成佛 不是我去拜拜他们 我去听命于他们的 我听鬼神的 我听龙的 我听错了 No 不是这样的 是他们来拥护你 他们是来听你的 你搞准了没有 不是你去听他 你这个是邪魅外道 所以说我们这本经啊 佛母大经药孔雀明王经 讲得很清楚啊 你们都送了 你们送了好几年了 有些老修 最后不都是拥护于我 愿见百丘 受命百年 是不是 那你会生病啊 那你会腰折 那你会得病死亡 不会的 你不会八难横死的 对不对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是什么 这是为了我们的自信尊成就 也就是在圆满次第 到了大圆满次第 我们已经自信尊和本尊 所有的近虚空变法界 都可以融入我们的一点心中 最后这一点心 跟整个的虚空法界融合成一体 这个叫极细神 极细 极微小的细小神成就 这在自信尊上面 就是完成了圆满的法报化三神成就 也就是你的化身可以化无量 化多少无量 那一点小细菌里面的光 你都可以进去 这叫极细极细的细神 前面是一个静细神 是比我们这个 以肉身为胎膜 脱化一个光化的玻璃 这个透明的水晶神 那还不能太细小 所以是练到大圆满次第的时候 你练成极细神 极细神以后 众生当以什么神得度之 你就可以视线什么神 而度化之 这就是大圆满 也叫无上瑜伽部 所以是我们分生起次第 圆满次第 大圆满次第 到大圆满次第 我们讲心部 戒部 窍诀部 因为大家都是局势神 一个真正的本尊法修 要修八个小时 那就是你从开始起修 供养 到最后姐姐 到什么最后最后 没有八个小时 你没有办法修 所以以前的传统 藏传佛教 师父带弟子修本尊法 必须闭关 那你要闭多少天 基本上是要闭三年 三个月 零三天 所以我们局势神修 用传统本尊法修 不太现实 不太现实 那并且前面你还要修大礼拜的 这个前加行 那么前行加行 这个你要十万遍 你光百字明要送十万遍 你们这一辈子就完蛋了 你这辈子都送完十万遍 你还没开始修行部 行部瑜伽你就死了 不现实 为什么人家寺院里都可以 人家天天在那修 对不对 二十四小时在修 睡醒了爬起来就修 连饭不吃 只是中午吃一顿饭 剩的全部在修 那你们的时间 你们一天里面 能不能拿一个小时修 想的没 一个小时也没时间修 都是贪着吃银饭 打往想起了 那怎么办 所以说我们是使用的 这个无上瑜伽部的窍绝部 的本尊法 窍绝部只重视心部戒部窍绝 窍绝就是直接把修本尊的窍 窍门告诉你 用这个窍门修 我们大概就是一个半小时就修完 就是修一座本尊 修一座本尊 所以大家就每天要修一座 就是什么时间修 你睡前嘛 家人都安身了 没人吵闹你了 自己找一个房间 那么是可以金刚送的 金刚送就是不出生 不出生你就不会吵到人家 那么我们在家修又没有要你邀灵 没有震骨 没有什么东西 这些全部都没供养都没有 所以你只是在那打坐 叫圣观 这个我们叫前面的指 直观的指叫忌止 就是忌止是要把自己归入空性光明 你不能进去空性光明 你自己没退 你用主观意识修 一假一切假 主杀成反 所以我们必须在忌止进入空 自己空退以后 没有自己以后 再开始祈修 这叫圣观 圣观 也就是说大家知道我们密法里面的身口意 要相应 就是要三密相应 我们跟本尊修的时候 本尊的身就是我的身 本尊的口就是我的口 本尊的意就是我的意 这叫身口意 三相应 三语家 那么我们的身好坐 我坐在这儿 我就像个孔雀明王尊 我坐着个大孔雀 然后我就是孔雀明王尊 这个身 庄严 通过这个结手印什么都可以做得到 口念这个本尊心咒 这也可以做得到 但是意能不能相应 一密相应 不是说我是孔雀明王 不是 这就好像说张卜生在说话 还在那不停地说 我是张卜生 我在说话 我是张卜生 我在说话 张卜生直接在说话 张卜生直接在动脑袋就行了 说你是孔雀明王 你还说我是孔雀明王 我是孔雀明王 那你不脑子有病呢 所以这个意密 大家没得到窍诀 意密是什么 意密是在我们化现成 张卜生不存在 张卜生是孔雀明王的时候 行 喜 增 怀 诸 四种法 因为菩萨功德要圆满 说是你要度众生 你要度众生 你要度众生 你用什么方法度众生 你这是用自己的主观意识 哎呀这个病人很可怜呐 哎呀这个人很穷很可怜呐 这都是什么 这叫人心 这叫人情 你不停地用这个 你会干什么 不是我说 经常说 叫纯情什么 极度 多入三恶土 你被情所染 说纯情极度 多入三恶道 地狱恶鬼畜生 说我们人要不要有情 我们的情要化成真感情 化成菩提心 化成大悲心 用平等性对待生病和不生病的众生 不是只对生病的可怜 不是对老人可怜 我们可怜的是众生不觉醒 不是可怜的这个人生病 记住 无论是一个正常人还是个病人还是个老人还是个小孩子 你用真情对待的时候 你可怜他在六道中轮回着不能处理 这叫真情我流露 如果你是看着他生病了 少了一条胳膊 少了一条腿在那流眼泪 纯情极度 你心动了 凡夫心 杂染心 你跟他一起纯沦 纯想即飞 飞入心中 飞入天上 所以你在那坐在那想入飞飞 你这个不动感情 那就去了天道 去了天道和阿修罗道了 你的情少 想多 去了天道 情想对半 你有感情一半 想又想 想用脑一半 情想对半 这个还来做人 还来做人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是正言经警示我们的 所以你们现在在人间所做的善 是不是真善 加善 是福报 不是功德 这里需要捐钱治病了 那里需要干什么了 要不要做 要做 这是培养我们的悲心 培养我们平等性质 但是你只做这个 你不能出流道 你悲然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个不能停留在做善这个基础上 所以在最高的这个境界中 无善无恶 我们修什么 修本尊 修自性尊 引领众生 出六道轮回 究竟解脱 只有这么一件事情干 而不是去帮助病人 帮助老人 帮助什么 结果把自己都帮病了 把自己帮 这个本来心情像阳光明媚一样的亮丽 帮着帮着老人自己也老了 帮着帮着病人自己得心里病了 那就是什么 这个能量互换 你把你的阳光给人家 人家把黑云给了你了 这不就置换到你这儿乌云涨起了 到乌云遮蔽的日头 你又不能大放光明把它给光化了 你没那个本事 说一说 你也堕了 真菩萨来人间帮人 不是这样的 同情心 同理心是必须有 但是 马上借机觉醒他的灵性 你要重视因果 你要知道这个肉身不是你 只是你一个工具 用这个工具来消业 你赶紧的发心 发菩提心 发大悲心 那么赶紧用technology 用技术方法把这个倒掉 一杯子水臭了 倒掉 倒掉以后变成干净杯子了 接下来会不会生病 会 因为过去式的业障又来了 这是个气嘛 这是个杯子嘛 来了又臭了 又脏了 赶紧再倒掉 干净刷 干净了 再来接自己的业力 所以你就是个工具 你的身体就是个工具 就是个器皿 你把这个身体当成什么了 身体当成你自己了 所以你去帮病人的时候 有没有觉醒他这个 你帮那个老人的时候 有没有觉醒他 已经贪了一辈子了 现在生不了几年了 还不赶紧念佛求生 极乐净土 你还帮着他贪 没钱给他钱 他想要什么给他什么 你这不是帮他贪 你为什么不帮他觉醒 所以大家错得离谱 把一个大好佛法 变成了天道法 你行善 你升天 就这样 然后大家要觉醒啊 所以说我们要用心部 戒部 撬绝部的部分帮大家 那这个 从这个地方 节约你们的实验 每天做一个多小时 最多两个小时之内 做完一次本尊法 在本尊法里面 去度众生 那就是度众生的灵 觉醒众生的灵 因为我们如果用言语 去说教他们 他不给你几个大嘴巴子 已经对你很客气了 还什么样 我往生极乐 我活得好好的 你救我死 谁让你用语言去说了 所以这个诸圣先贤 他有一个三角的方面叫什么 叫不言什么 知教 用心语 自己的真心 发出的波 震荡他的心里面 觉醒他的心灵 觉醒他的灵光 所以这个老子说叫不言什么 知教 不是语言 是心音 是心音 是圣者的心和你的心 像盖印一样 印是什么 啪压在纸上 一模一样的 这叫心印妙法 心印妙经 心心相印 那你跟谁心心相印 你在行本尊法的喜增怀珠的时候 你跟你自己的亲人心心相印 度自己的父母 度自己的老公 度自己的老婆 度自己的孩子 度自己的同事 度自己的上司 度自己身边所有的有缘的众生 为什么他是你的有缘众生 他跟你没缘 怎么这一辈子就认识了 怎么这一辈子就纠缠了 说我们放着身边的人不度 老是想着去极乐世界度众生 老是想着他国世界去度众生 你是不是脑子有病了 那要怎么度 刚才说我要让他念佛 人家还是伊斯兰教的呢 我让他做什么 人家还是天主教的呢 我们现在民主嘛 一个家庭八个宗教的都有 你们没听说过 一家人信八个宗教的 各有门派 那怎么去统一在一个方法上 不需要 你在本尊法里面 行喜增怀珠 用心放光照他的心 结果他的灵光 他自行 他照用宗教的 他的基督教的方法去忏悔 照用伊斯兰教的方法去祷告 照用佛的方法去修炼 用道的方法去修炼 那些都是很好的善教方法 只是需要觉醒 他的灵是他的真我 他醒了 不用你再去管 他自己会成道的 因为他是不生不灭的嘛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个意面 你们很难得到传承 这个意面里面的西是什么 所以我们这个孔雀冥王 孔雀冥王像 你们手中这次特意让工作人员给你们 结缘送了一个小的卡片 都拿出来 这个因为你们要修秘 修秘呢 这个修秘 你们会到日本 日本是传承这个唐秘 现在很严格的叫东秘 你们到日本去会发现 他们的佛像都是做得很小的 在藏传佛教还有嘎乌河 就拇指大小的佛像 为什么这么做 实际上人家都拿来用来什么 观修的 在天目的放光 观拇指大 在自己的心中心 再来修炼用的 不是像我们显宗 搞个金碧辉煌的大佛 那是从显宗上 从雄伟 这个宏观来宣示那个伟大 让大家仰慕圣贤 也有它的作用 但是我们真开始实修实证的时候 要回到自己的心中心 修小 所以见小才悦明 这是圣贤告诉我们的话 你要真正的明 你要见小 所以不要追求这个一个大的什么佛 唐卡 大的护论 就这个小的就好用 所以这个孔雀明王手中呢 他持有四种法宝 那这个一个是孔雀羽毛 一个是菊原果 一个是莲花 一个是吉祥果 那么左手 外侧的手是持孔雀羽毛 然后这个左手的内手 是一个红色的菊原果 然后这个莲花 右手第一手拿的莲花 这个右手第二手 向外的那个手拿的吉祥果 这实现的是我们密法的西增怀珠 西法是什么 洗面一切的灾难 大家知道现在澳洲大火 印尼大水 那么还有的地方有雪灾风灾 那么还有空难 空灾 那么地水火风空五大 都形成五大灾难 所以是那么我们地球上的灾难不息 所以我们要平息灾难 让大家没有灾难的脑汗 不要被山火烧死 所以是我们的风灾 雪灾 这些所有的地水火风空五大的灾难 我们需要在本尊法中 用意密 观到UV 观着这些灾难洗面 这就是什么 意密的西灾法 那么我们内在有五种魔 叫五阴魔 叫五阴魔 那么是贪嗔痴疑慢 来自我们的色受想行使 五阴五阴产生五种魔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 笑眯眯的像个弥勒佛 有时凶巴巴的像个恶魔 那就是你自己体内也有魔也有佛 你是修佛 张扬佛 你还是张扬魔 那不修行的人 大部分到晚年都张扬魔的这一面 因为他佛不起来 我们修行人 我们知道选择 所以我们要熄灭自己的贪嗔痴 熄灭自己的色受想行使五十阴魔 这是我们内在的西灾 西魔法 西难法 所以我们把内在的五阴五阴五魔都熄灭了 我们就没有病痛 没有不顺利 没有灾难 没有八难横死 没有恐惧 所以我们把内在的要用吸的方法 平吸 这个休息的洗 洗灭的洗 这个叫洗法来洗灭它 那这个为什么向大家推荐大孔雀明王 这个佛母尊做我们的本尊呢 这个在经中记载 这个最早的一个佛 是七佛第一佛 释迦牟尼是第七佛 就是我们这个现在这个节里面的七佛 那么这个七个佛的第一个佛 我们换算成人间的数字 大概第一尊佛是一百二十一年前 开始讲经说法 我们的地球生活的这个空间 根据科学家现在探测 我们才不到一百四十亿年 什么意思 就是早在这个空间生成之前 第一佛已经在空间界说法了 在法界说法了 所以释迦牟尼给我们展现的是 三千个大千世界 这样一个巨大的世界发现 那么未来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没有来人间 很多假弥勒 说我是弥勒转世 这个白阳七道了 现在弥勒收缘了 这是骗人的 因为在这个弥勒下生经中 记载的弥勒菩萨 还要五十多亿年才会到我们人间 我们的娑婆世界才能变成净土 说这早了 现在是什么时代 现在是释迦牟尼的末法时期 释迦牟尼的佛法要存在一万两千年 按照人间的数字 那么我们现在才两千年 所以还有一万年的佛法 那么这个第七佛 释迦牟尼也在说孔雀弥王经 也就过去六佛 每一个佛出世都说 释迦牟尼又说 未来弥勒菩萨来人间 我们娑婆世界变净土 他还要说孔雀弥王经 这个经为什么这么重要 这个经重要 我们人在世间 谁不得罪几个人呢 你们敢说你们没得罪过人 小脸一拉的就把人给得罪了 眼珠子一瞪就把人得罪了 我们在人间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 更不知道得罪了多少生命 你一不小心咔嚓死了一堆蚂蚁 一不小心拿喷雾器杀死了很多蚊子蟑螂 所以你这个他们都是灵性 万物皆伦你都得罪了 那这些人家跟你讨债有什么不可以 你杀死我的孩子 我杀死你的孩子 一抱还一抱 因果循环 那这有什么不可以 不可以 这叫渊源相报何时了 这叫愿家一解不一结 你不要再结这个结 把这个心结把这个愿结结得深了 不可以 谁说不可以 释迦牟尼诸佛菩萨来到世界化现做教师 讲法的时候 交给我们的就是不可以 那不可以人家就不讨债了 没有办法 所以只能受着 我事业不顺 我身体生病 我灾难重重 这都是什么 因果报应 哎呀 受着吧 因果报应吧 有什么 不受怎么办 有办法 有什么办法 孔雀明王经 孔雀明王心周 这个什么办法呢 这个在1200亿年第一佛来到世界的时候 来到这个不是我们这个空间 在法界的时候说孔雀明王经的时候 和所有的老祖宗 1200亿年前的老祖宗 六道众生的老祖宗 然后这个法界四圣者共同见证 签了一份契约 这个契约是什么 只要有人持念孔雀明王经 只要有人持念孔雀明王心咒 修孔雀明王法 所有的冤亲债主 不得脑害 不得再向他讨债 什么意思 如果你此生 你天天持诵孔雀明王经 时时持念孔雀明王心咒 然后你所有的不顺利都就变顺了 所有的疾病都退掉了 因为不顺利疾病都是冤心债主在作用的 所以我们只有送孔雀明王经咒的时候 他们不得脑害我们 如果他脑害了怎么办 头做七分裂 就像一个西瓜 咔 裂七八 你的头裂七八 疼痛而死 不仅这样 所有的阻类不允许你回家 回到队伍中来 因为他这个倒霉蛋 头做七分裂没死 头痛欲裂还没死 你来到这个 你是蚂蚁回到蚂蚁的队伍来 种类来 你是人回到你的这个士族里面来 你的这个群里面来 那这一群人都要跟着倒霉 这一群蚂蚁都要跟着倒霉 所以这个就像传染病似的 所以不让你回来 不允许你归类 你看 这是一个契约 就像你们签的一个合约 这是谁签的合约 四圣 生闻圆觉 菩萨 佛 做见证者 在法界 共同和六道 所有众生的祖先们 长者们 共同签订了这个契约 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下 我们行西的方法 我们就所有的灾难就不能实现 不会实现 因为因果不能来报应你 斯加姆尼说 什么都坏 只有因果不坏 但是这个因果坏了没有 没坏 但是他不能来报复你 那个种子还在 那怎么办 我们办超度 所以我们每次的孔雀明王大法会 都有似火供 都有护魔火供 护魔火供我们就是还债 是你不敢来讨债我 但是我也不能老欠着你 咱俩把账还了了债 无非是我杀了你一条命 我现在渡你七七乐世界 无非我欠了你几千万 我现在烧金纸还你 对不对 但是有形的化作无形的就还你了 火供的喜增怀诸四法 配合我们诵 我们这个行本尊法的喜增怀诸佛法 四法 这个是大妙 所以你们看到在密宗的唐密 现在人家是不是都有火供炉啊 都有火供炉 那么他除了修本尊的喜增怀诸法 在一米里行喜增怀诸法的时候 他还什么 他还用护魔还债 烧了 这个叫翻计 通过这个就示现了 熄灭这个所有的灾难的 熄法 那么我们要增益 所以说我们的吉祥果就是代表增益法 羽毛是代表着这个什么 熄灭法 那么熄灭贪真吃一慢 这是我们人生的五种毒 这个很难熄灭的 但是为什么孔雀佛母尊 他的坐吉是一个大孔雀 大金药孔雀 冒着金光的孔雀 那么因为孔雀他有个特点 他这个你们是一时间不吃饭就饿得慌 对不对 他是一时不吃毒他就难受 他只要这个一吃毒 他那个羽毛就啪就放光了 就亮了 那个毒越毒 他这个吃了以后羽毛越光鲜 越放金光 那么在污浊恶世我们今天所在的世界 毒的不得了 贪真吃一慢 毒的不得了 好 这个正是我们修孔雀冥王法的时候 这个大孔雀 然后就是来吃这个毒的 越毒我们成就的越快 所以这就是孔雀冥王在悉灾力上的 就是除了冥王自己的力量之外 他还有他的坐脊 就是这个孔雀的力量 孔雀的力量 这个很多这个得癌症的 很多这个慢性病的 送孔雀冥王心咒 送了一段时间 病不见了 肿瘤就消掉了 为什么 那孔雀那个嘴啊 那里面有毒对不对 那个肿瘤毒啊 什么化疗毒啊 放疗毒啊 太毒了 谁喜欢吃 那孔雀喜欢吃 在里面化个小孔雀 不停地吃 都把它吃着 懂不懂 吃了他就高兴了 吃了他就 羽毛就亮了嘛 吃吃吃吃 那个肿瘤怎么样 一点点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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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化了嘛 这不就是吸灾的方法吗 好用的 你真修成了 真感应了 它就好用 它不是外求法 它是在你体内发生作用 不但你自己可以用在自己身上 你可以帮助那些 你想帮的众生 在不言之教 不用说话的前提下 帮助他们 去洗面他们的肿瘤 去帮助他们破解这些慢性病 这都是西法里面的 增是增吉祥 健康幸福快乐 还有钱 要财富 还要长寿 还要索求 悉令满足 对不对 所以是没完没了 对不对 这就是增吉祥 就是所谓洗增怀出的增吉祥 为什么让每次让他赶紧求 赶紧法院 法院了待会儿呢 孔雀明王就满院 那个时候师父已经化现成孔雀明王了 所以是在孔雀明王身的当下 满你的院 他真的就好使啊 这就是真言宗嘛 但是一个张补生太少了 所以以后啊 你们就化现成孔雀明王以后 问儿子 快小家伙 你有什么 快说 快说 说了就满院 你是孔雀明王了吗 你快说 说了就满院 你老公做生意的时候 老公老公老公 你要几百万 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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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说就晚了 说了就满院了 为什么 你是孔雀明王了吗 真的好用 这叫真言宗 实际上钱财也好 所有的东西都是功德化现 福德化现 能量变现 所以你在孔雀明王的这个 这个本尊身中 你做了无量功德 这个时候 你把这个无量功德化现成众生的愿望 让它实现 你做了众生的满院宝 我们修秘法的一定要有这样的 这个大悲心 大菩提心 就是众生向你求什么的时候 一定要让他满院 但是你不可以自己拿自己的给人家 我是张卜生 人家说 师父我来求一个亿美金的财富 我说好了给你吧 完了我那没了 我那是负债了 为什么 我总共还不到一个亿了 我给了你一个亿的支票 我那不负债了 所以你不能这个样子 你是孔雀明王的时候 你是法界如来藏 什么东西都是如来藏化现的不是吗 你已经是如来藏了 你给他一个亿美金算怎么回事呢 太少了嘛 开张支票给他不就完事了 这个就本尊实现的争议法 这就是为什么空海大师把这个秘法带到日本以后 在日本大行大旺 是日本国力很快强盛起来的 为什么 叫真言宗 真言宗就是他们在做喜曾怀珠的时候 那么在唐秘法里面 在东秘法里面 大部分师父都修孔雀明王尊做本尊的 这是他们的极秘秘的部分 因为这是不空大师的本尊 不空大师当时修的就是孔雀明王本尊 所以他的法力超强的 当时皇帝请他架一场雨 然后他说没有问题 已经大旱好几个月 这个庄稼眼看就绝收了 皇帝亲自请出面 请不空大师做法 求一场雨 大师告诉他三天后下雨 皇帝马上说 下的不要暴雨啊 不要成灾啊 要细润润的雨 都下到土里吸收了 被庄稼吸收了 果真下的就是蒙蒙的细雨 下的足够江河水储备起来 然后庄稼润润起来 最后唐王皇帝赐给他一个紫金袈裟 那是在唐密里面最高的袈裟 最高级别的袈裟 这个我们叫瓷子 瓷 青瓷 紫色的紫 这是亲子仪给僧人最高的礼 所以大家要知道好用的不得了 那么还有呢 这个还有一个莲花 莲花是什么意思 莲花象征着大慈大礼 那么就是怀爱法 什么叫怀爱法 你们夫妻关系不好了 老吵架了 你在这个变现成本尊孔雀冥王 你就来怀爱对方 那这个不是给老公下降头 不是给老婆下降头 是用这个爱 心里的爱 然后通过拨 释放到他那个地方去 换来的就是爱 这叫量纠缠吧 你坐在那恨他 换来的是什么 当然就是恨呢 这下你们知道你们为什么夫妻关系紧张了 因为他恨你 你恨他 越恨越难受 越恨越紧张 这个在大波增加恨 纠缠的都是恨 纠缠的都是怨 人家恨我们 我们要不要恨 不恨 我们用爱去同频共振它 当你在本尊身中的时候 你的爱的力量是本尊的力量 你能不能画动那个老顽固 能不能画动那块寒冰 自然的 你是一个大火 一块小冰块 一个大火山 飘就给它画掉了 对不对 所以是当然要知道 我们自己没有办法 天天就老公不要生气 老婆对我爱一点 敌人对我好一点 小人不要说我坏话 没有 你的力量太重 你花钱本尊的时候 力量巨大 所以这个就叫怀爱法 怀爱法对人籍关系的改善 对你同事关系的改善 跟你上司关系的改善 跟你邻居关系的改善 对社会人跟人的关系的改善 对人类和众生界关系的改善 那么具备着巨大的作用力 这就是怀爱 所以我们做法会每次 不能只为自己做 我们为那些无似孤魂 为八难横死众做 为可灵的英灵做 那么这是什么 这是一种怀爱 这是一种大爱大悲 那么大慈大悲 无缘大慈同体大悲 所以这就是怀爱法 力量巨大 回馈给你的作用力呢 巨大 你发现 你走到哪里都是善缘 小偷也不抢你的包了 然后谁见了你都是恭敬的 就是你做众中尊 人家对你是一种保护 所以有的时候我刚修完 这个孔雀明王法 走到哪里就好像人家都自动的 莫名其妙的就让出一条路来 看着你过去 莫名其妙的 这就是怀爱 这个都知道无形中他让你这个尊者走 这不是你这个拿着铜锣开到张博生来了 咣咣咣咣咣咣 让路回避 不是这样的 他自动的 莫名其妙你不认识的人他冲着你看着指点头 我还以为是我的粉丝呢 那半天人家不认识我 这就是什么怀爱 这个修本尊在异命里面行怀爱 对谁怀爱 对自己身边的有缘众生 无缘众生 对法界六道众生都怀爱 那这个时候天龙八步来护你 六道众生来护你 那就是拥护于你 那你就尊贵了 你就成尊者了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诸法 诸法是什么 诸法是杀戮 就杀掉他 大家知道在西游记里 孙悟空三大白骨精 把白骨精一棍子砸死了 结果一道金光跑了 那个肉身死在那了 所以诸面是对这个众生肉身的诸面 色身的诸面 而释放他的灵性超度他 但是这个不允许你真拿刀子杀 而是在法界中 这个用大悲心把那些顽固不化 他这个继续做下去 他可能多无无间地狱的这些众生行诸面法 比方说我们在姐姐的时候 这个所有的东西都开始要行大法会了 那有些还是蜂拥的来报复 还是想扰乱谈成扰乱法会 那这个时候护法大黑天 马哈嘎啦 毫不客气的把他灰飞烟灭了 把他的眼睛看不到的形色身灭了 但是他的神识怎么样 把他超度解脱走了 为什么他干扰一次清静大法会 殊胜大法会 他的果地是多无间地狱的 因为他影响了眼睛看不到的无量众生或解脱的机会 在这种想法下以大悲心慈爱心诛灭他的形身 而使他能够究竟解脱 这次密法中很殊胜的诛灭法 不是你诚恨我恨他把他杀了 我恨张卜生把他大卸八块 那不是这个 所以大家都知道 这个在历史上有一世 释迦牟尼是一个修道者 受了这个比丘剑 然后他再一次过海坐船的时候 这个船家是强盗 然后他就把船上的五百商人给杀了 抢他们的财产 这个时候的释迦牟尼他是个比丘 他的功夫很了得 他绝对可以把这个强盗杀死 救着五百商人 结果他想我这个受了戒 我杀他我就要堕地狱 我不能杀 再一观察因果的话 这个人如果杀了这五百商人 因为这五百商人再过几世轮回 他就可以成五百阿罗汉 那就耽误了这五百商人成阿罗汉的因果 那么他因为杀了这五百商人以后 这个强盗要堕无无间地狱 就是永世不得出离的 永世受苦的 那么在这种前景下 他就大悲心生起 不要让他堕无间地狱 那么痛苦 也不让断了这五百商人的慧命 使他不能成阿罗汉 算了我下地狱吧 我杀掉这个强盗 所以他就把这个强盗给杀了 这叫开折 开折的这个剑法还有个开折 所以他杀了那个以后 他自己飞升的成仙的 没有死 没有堕地狱 反倒是晋级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个不要死把板 说这个不能做 那个不能做 那你为众生观因果的机缘 为大爱 为大悲 出于大悲心 行诸面法 而不是称狠心 说这个人老来捣蛋 老找我麻烦 干掉他算了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魔 那就是魔鬼 所以大家要懂得 喜增怀诸四法 是我们在行本尊法的时候 进去化为本尊的时候 我们的义密部分 不是说我就是观因 我就是孔雀明王 我就是孔雀明王 不是 不要这样念 这样念反倒念错了 要用大爱心 行诸以增怀诸四法 这个边诵心咒 边观机缘 什么机缘 就是你在诵心咒的时候 无我空性 自己是透明的 前期你们修可以闭着眼睛 像我修我可以睁着眼睛 透过这个墙 透过这个天花板看法界 你们到那个水平 就可以睁着眼睛 睁着眼睛修 前期你会被怕被干扰 你闭着眼睛修 在空性在光明中修 但是这个时候你的脑子 这个是个荧光屏 电视的荧光屏 会有很多的影像展现出来 人啊 事啊 物啊 还有不同的空间 不同的众生相 人非人 他就长得不是我们人的样子吗 都不要进步 这些都是你在 这个法界中 因缘里面 了因了缘的 行喜增怀诸的气节 只要用菩提心 出力心 出力心 菩提心 大悲心 行 就是正确的 就是正确的 这个呢 就是我们 这个 这次呢 要给大家传这个 殊胜的 这个 本尊法 目的是什么 这个我们南洋地区 海外华人 这个特别虔诚的信仰 佛法的还有别的宗教的 特别的多 我们需要你们去保护他们 老师我也不知道那些人 谁中的酱头 谁没中的酱头 你每一次在自己家里 做这个本尊法的时候 那么你起初 你会影响周围的邻居 那么周围邻居有被邪魔 邪灵 或者下了酱的 因你再修整个周围的场性 这个叫量子场态的波及 会把它们给净化掉 这个孔雀明王尊 是心咒 是可以接一切降头的 所以是他自动的就被解了 如果你再继续修 你可以影响整个的方圆 五十里 一百里 影响到整个马来西亚 影响到整个亚洲 影响到整个的地球 影响到整个太阳系 整个银河系 整个一百四十一年宇宙 在功夫继续深的时候 你可以为天地立心 在你的心中修 可以影响整个法界 宇宙的中心不在别处 宇宙的中心在我们行者的心中 记住这句窍诀 所有的宇宙的事情都可以以我的心上的大悲愿力 菩提心 无量光明 而光中化佛 光中化菩萨 无数无边的去度众生 这就是一个菩萨应该行的事情 不言之教 也不用出去打广告 也不用出去宣传 这样我们就有了千千万万个孔雀明王在世间 那么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才能变得干净 才能变得无然 才能帮助苦难的大众解脱缠辱 解脱痛苦 那么这个大概我们就是把这个本尊 为什么修本尊 修学次第 基本上给大家就讲清楚了 待会儿我们有一个仪轨 有一个仪轨带着大家一起来修炼一下 那么这个仪轨过程中我们有一个灌顶 这个殊胜的密法灌顶 我是把你们都空掉以后 都变成我自己身上的一个合体的一个人 所以在这种前提下 我就可以做虚空灌顶 不需要每一个敲你们的脑袋门子 所以大家要待会儿我在灌顶的时候 你进入状态 我先要带你进入空性 用指观带你去空性 在空性里面我们行灌顶 行完灌顶 我再带着你们修这个仪轨 那么最后再用孔雀羽毛 给你们一个加持力 所以基本上我们的整个传法 是这样传下来的 因为接下来的时间比较长 给你们十分钟稍微喝点水上个厕所 休息一下我们就开始传本尊法 好谢谢大家 好下面我们就进入正式的修法的环节 大家离开椅子背不要坐在靠在椅背上 把脊椎骨要竖直 坐椅子的三分之二 手中不要拿东西 我不知道你们修过 直观没有 那如果没有修过的不要紧 待会儿我带的时候 有一些部位你们不知道 那么你们就yes跟着走 不要起心动念也不要惊恐 哎呀这个我不知道 这个怎么办 那么这个就会错过这个同频共振的机会 那么就是我是带着你的灵在修 既然你的这个身体只是个躯壳 你的那个灵被我激活以后 它就很聪明 所以是你体内的内在的这些 我说的地方它比你清楚 我是去泥丸就去泥丸 去哪里就去哪里 你不要起心动念 你不要说这个我不知道毁了 啊惨了这咋办 你不要起心动念 然后你跟着走着走 你就进去了 这是我传法的一个特点 我不是教你们人的 因为你们人特别笨 所以你们的灵就特别灵 我很喜欢教你们的灵 所以你就顺着那个灵走 好吧 让灵走 那么至于在整个过程中不要用大脑 我们整个修法呢就是要止住自己的八识 止住自己的左思右想 所以整个的过程不要用大脑 不要用大脑 那完全是什么 完全就是follow 顺着跟着走 跟着走 那么最后在一个状态的时候 你自己砰自己消失掉 也不要害怕 因为这就是空性 真正的空性是要你身炼成无量光的时候的升空 才能去真正的身心两具网 前面我是带着你的灵 它知道什么是空 先进行心灵方面的空的体验 那后面在等你的身体都变成光的时候 就可以进行升空的体验 暂时呢你达不到升空 你就进入心灵的空 在那个里面会见到一片明光 那么所以是你整个接下来修法的时候 不要进步就对了 就是有什么变化有什么都不要去管它 只是把自己弄得做一个观众去观它 去观它 不要起心动念 那么中间我会有几次的提醒 包括这个西增怀珠 我们在宋咒的时候 那么会提醒大家 那你现在要进入一个西的法 增的法怀的法 那珠的法 那么就是大家顺着去 也不要起心动念 你的灵就会展现很多的画面给你看 那你就送孔雀明王心咒就好了 安置在自己的心间 去送咒就好了 那么待会儿呢 我会镇灵什么的 你们都不要进步 也不要去睁开眼睛看 那么只有一个孔雀明王灌顶的时候 把这个种子要下进去的时候 我会让你们看 看这个孔雀明王的一个小尊的 佛母尊的一个立体像 那么还有一些环节呢 我需要你们拿起这个来看 还有这个护轮 护轮要注意拿对 就是它的这个开口啊 有个开口向上就对了 你看它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开口 开口向上 这个待会儿拿着 这样在自己的额前用 那么这个就对了 所以这个放在自己的 可以拿到的地方 bag呢包就可以放地下了 待会儿你们还要持印 所以就不要影响到自己的那个镜 然后呢 把自己的手机再检查一遍 这个我们既然要带着所有的人进入空性 你的手机一响啊 就会给人惊出来 干扰人家修法是最大的不道德 因为它好不容易体验了 那个空的般若的滋味 一下子让你吓出来了 那这个后面它才很难进入了 所以说我们珍惜彼此的时间 那把手机一定关机打到静音 最好是关机 那么静音如果震动不要去接手机 这接下来一个半小时是给你们种种子 所以不要说哎呀我是不是有什么急事 这个你们又不是总统 导弹发射权又不在你那儿 你不要着急 所以跟你没有关系 你没有忙到那个份上 天下不会大乱的 所以说关机 然后这个跟老师为命 给自己的命一点时间 平常你们都不要命 懂不懂啊 但是今天这个在修法就给命一点时间 给自己的生命一点时间 这是很宝贵的